我干啥 老公 给你来一杯 谢谢 你好 有鸡肉饭和牛肉饭 请问您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 请问您要什么 鸡肉饭还是牛肉饭 不要 不要 什么都不要 小朋友呢 我 我想吃鸡肉 不能吃啊 医生说了 叫你不要吃鸡肉 孩子病了 不能吃 什么都不能吃 谢谢你啊 你好 鸡肉饭和牛肉饭 请问您要什么 要不 咱给孩子买一份鸡肉饭 飞机票多一千多 在飞机上吃顿饭 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钱 咱们还是留着钱 给灵灵治病吧 先生 我们飞机上的餐食 都是免费提供的 给您 一会儿还有免费的饮料提供 这些 都不要钱 不要钱是免费的 谢谢 谢谢啊 小朋友是不是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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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这些人是干什么用的 来 李莉 来 戴上耳机听听 这个呢 是控制音量大小的 这个呀 是选择频道的 是 飞机飞到天上这么高 哪来的电呢 妈妈 是不是我上中学 就能弄明白了 是 妈妈 你怎么又难过 我能上中学的 还能上大学呢 孩子知道自己的病 但他比我们坚强 比我们有信心 比我们大人都强 科学家能让飞机飞上天 就能治好我的病 阿姨 怎么了 李莉 我能不能去看看 飞行员叔叔是怎么开飞机的 嗯 这个恐怕不行 我就看一眼 李莉 飞行员叔叔是负责飞行的 驾驶舱是不能随便进的 阿姨 今天是我的生日 回来 机长 飞机上有一位 患白血病的儿童 是寻找骨髓配型的 他病得很严重 他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孩子发病了吗 没有 但孩子父母的厂子 已经停产一年多 没拿过薪水了 这个孩子 从来就没有坐过飞机 他知道自己的病 但他很坚强 而且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想进来 看看你们是怎么开飞机的 不行 飞行证的安全规定 你应该清楚 你去跟孩子 跟家长好好解释一下 机长 骨髓配型很难找到 他的父母也没有钱 这个孩子 可能是最后一次坐飞机了 那也不行 我明白了 我去跟孩子解释一下 树林姐 孩子叫什么名字 叫李明 李明 等等 机长 今天的事情 我是机长 与你们没有关系 叔叔 阿姨好 林林好 叔叔好 阿姨 你真漂亮 更像是姐姐 林林长大以后 一定更漂亮 林林 这是机长叔叔 谢谢机长叔叔 林林 生日快乐 答应机长叔叔 一定要再来坐机长叔叔的飞机 林林林 快答应机长叔叔啊 嗯 事情 我是本次航班的副驾驶 在本次航班上 有一位叫林林的小姑娘 她年纪虽小 却一直在和白血病抗争 今天是她第一次坐飞机 并且今天是灵力的生日 我代表机长和机组全体成员 祝灵力小朋友生日快乐 灵力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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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长 其实你也应该要个孩子了 不知道灵力能不能好起来 计长 有一些乘客主动要求向灵力一家捐款 我们准备殷实力道 发起一次性爱新的活动 好 散我一个 还有我 还有我 谢谢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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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李莉 你看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帮助你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是大家的捐款 请您收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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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烈 明天还和阿姨一起过生日好吗 我们还在飞机上 好 啊 身体好 机长 什么事 要是没有这两次停飞 我的精力时间应该累积够了 我都十来天没有上过飞机了 您能不能让我上座坐一会儿啊 你是想让机长犯错误啊 就一小会儿 求你了 机长 你比方昆还急 怎么了 方昆当年当学院的时候 跟你一样 急事上座 天机很快就要降落在海中机场 请乘客们再次确认一下 安全带是否已经静好 快点 快去制止乘客 飞机滑行的速度很快 容易发生危险 飞机还在滑行 请乘客们不要站起来 不要解开安全带 快坐下 快坐下 飞机还在滑行 飞机还在滑行 请乘客们不要站起来 不要解开安全带 先生 您先坐下 请先坐下 飞机呗 您 是不是又要帮我拿行了呀 先生 你能不能先坐下 说 Bella 小速下 跟机也有强 谢谢义父 谢谢机长 我看滕飞啊 就像刚拿到车粉的新手一样 欠车就手癢炼 机长 好 下面的事情就交給我吧 搞什麼搞 誰開的飛機啊 艾莎莎 良潔 快幫著把傷者平放在過道上 小心點 不要隨便動他啊 請大家在座位上坐好 保持安靜 我們可以幫忙把傷者平放在過道上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搶救傷員的 請大家坐好 請坐下 機長 有位乘客被掉下來的行李砸傷了 請馬上聯繫地面指揮中心派輛救護車來 我馬上聯繫 請採取一切辦法做好傷員的緊急救護 2929呼叫地面指揮中心 2929呼叫地面指揮中心 馬上回到你的位子上 好 知道了 主任 2929航班機長報告 雷克桑行李突然滑落 砸傷了一名乘客 傷者現在已經昏迷了 立刻通知彈命的救護車 趕到2929降落地點 通知機坪上的所有車輛 給救護車讓路 好 女士們先生們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務長 剛才有一位乘客 被掉下來的行李砸傷了 現在我們已經聯繫到了救護車 趕過來急救 為了爭取搶救時間 當艙門開啟以後 請乘客們在原位做好 讓出通道 我為由此給大家帶來的不便 深表歉意 謝謝大家了 他把整個都給我 我不用 до借了 你然後看一下 你花見到到地上 我隨便來了 餐水 的時候你還不在意 这种事情在各行公司 都比较常见 飞机还在滑行 乘客就站起来拿行李 这一直是让人头疼的老问题 难道让城务组 来承担责任吗 城务长 我 要是这个城务有什么 三小两短 我们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 责任我们谁也逃不掉 不过现在别想那么多了 伤员情况怎么样 头部受伤 具体的先送医院 做个吸引简导比较清楚 教理你跟着医院 有什么情况 其实跟我联系 好的 城务长 你们城务组 也要派一个人跟着医院 珊珊 你去吧 手机开着啊 我会马上赶过来 哎哟 皮具体开始下降的时候 你做了安全检查了吗 先生 你能不能先坐下 为什么没有发现 没关好的行李箱 有没有管过提醒 有没有劝阻乘客 不要站起来拿行李 对不起 我知道这是客舱管理的 老大男问题之一 几乎每个航班都遇到过 但是 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航班上 可是现在 这已经是一起安全事故了 你知道吗 方总 这件事我会接受 案件部的调查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处理完了还要去医院看伤员 飞机在滑行的时候为什么急停离子 可能是不是自动刹车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去医院看看 你去吧 我们在食堂等你 我帮你去医院 我帮你去医院 我陪你一起去 这件事的责任在我们客舱部 你明天还有飞行任务就别去了 真的你怕 我带四号位 那几排是我负责 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我过去制止他们了 他帮他们把行李箱重新关上 就是这个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就没有过去检查他的行李了 其实是 我们驾驶舱也有责任 对了 飞机怎么会突然停了一下呢 是不是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我这是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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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 先生您先别动 您现在不能起来 我怎么路啊 你听我说我们把您送到医院来了 您被行李给砸到了 不是我姐 严重吧我 你这 我严不严重 你怎么样 小李 情况怎么样 方总 病人刚刚做完脑电图 我脑袋受伤了 人家什么怎么都来了 是 天呐 这把人堆积了 我快会有后遗症啊 我快会开花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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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片子上来看 脑部没有出血 伤员目前有很危险 短暂的昏迷是因为突然剧烈的脑震荡引起的 脑部的外伤 很容易造成小血管出血 血会慢慢渗出 所以 病人还需要留院观察两天 谢谢 朱莉 飞机上 又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只是个小事故 你 医生怎么说 我的脑袋 是不是伤得很重啊 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需要住院两天观察观察 那谁知道还会不会有后遗症 我上又老下又小 都靠我一个人养我 要是我残骗的怎么办 我花钱坐飞机 你们就要对陈哥负责 反正我是在飞机上送伤的 你们不能不管 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要找律师 我要投诉 我要去法院告诉你们 喂 喂